同学好,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东东英检专班20位学生的英文检定通过极数如下表 是对英文检定通过极数做次数分配表 我们看到底下这个图是分别1到20位个别通过极数的一个统计成绩公告 那我们要做这个次数分配表呢 就要做一个统计的一个动作 那统计的动作我们通常会用政治记号或者是像这种画线 画直线四个直线再配上一个斜线代表是一个物 那政治记号是属于我们华人比较会用的 好,那我们将类别分别有初级、中级跟中高级 这三种类别你分别去做统计 那统计的部分 第一个可以按照座号 第一个初级就画1 第二个终极就画1 第三个终极画1 你可以按照这样子按照号码去做统计 你也可以直接看 我现在要统计初级 所以就初级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 那初级就画十个 那中级呢 统计出来是八个 那就可以画一个八个 然后次数就写8 那中高级就是两横 次数就是2 所以这样的统计方式 可以依照顺序 也可以直接依照这个类别 去做记录 那最重要的是 这个次数加起来要做验算 全部有20位 你这边次数加起来也要20位才行 所以这边要做一个再次确认的动作 避免统计有漏掉 那这一题很快的就可以解出来啰